没错 如果时间回到10年前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需要一个插头 不过现在很多人不管喝咖啡不管去等飞机都在找插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依赖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而很多人觉得我今天也没怎么用电脑为什么耗电量这么高 继续52特工队的金算师王岳芳他要告诉你 笔电在什么时候最耗电 现在越来越多人依赖笔记型电脑 不过如果你一天用24个小时化的电费有过高 我们实际来算给你看 现在我们就是要拿这个电力监测器呢 接着把电脑的插头插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测试当电脑开机的时候 它需要的耗电量有多少 光是电脑开机耗电量最高就达到36瓦特 一般人最喜欢上网看资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耗电量有多少 实际测出上网看资讯最高达到36瓦特 现在我们已经将水仙碟给插入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的耗电量有多少 大约是15瓦特 大家常用电脑看影片 它的耗电量大约是31瓦特 那你的电脑已经使用完 你不用要关机而是调整到睡眠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耗电量 大约是34瓦特 不过另一种方式更惊人 现在电脑已经关机属于正在充电的状态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需要的用电量有多少 当电脑快要没电正在充电 这时候就要66瓦特 但当你一整天玩线上游戏又同时下载影片 一个月都不关机 以每小时300瓦来计算 一个月216度电费高达690元 别以为笔电比较省电 当你每天用24个小时电费也是高得吓人 收到账单时千万别傻眼 军选陈胜王月芳高雄报道